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否能在常规赛节目站中付出也是未知数 爱德华兹作为今年次轮52号秀 爱德华兹在被权势宣众之后又被交易到火箭 他在普渡大学打满了四年 上赛季场却可以贡献14.6分 7.4来板 2.9助攻 三分命中率也将近达到四成 与此同时他的选秀这家模板 则是胡元队开尔库兹马 爱德华兹和库兹马一样 能够在场上胜任多个位置和角色 使得球队的人员搭配和战术运流拥有了更多选择 周琦只可惜 无论是爱德华兹周琦还是奈克 他们的受伤一方面会对球队的板凳深度造成影响 另一方面他们也错失了胡队又加速磨合 更好融入到球队中的机会 赛季尚未开始就接连此兵折强 火箭 对卓局有些悲催 与此同时像保罗 安东尼和麦卡威等人都有伤病时 这也需要引起球队尤其是医疗组的注意 毕竟球员的健康都难以保证 争取好成绩甚至总冠军的目标根本无从盘起 克里斯没有人希望看见球员受伤 当然不得不说随着周琦和爱德华兹的受伤 从泰牙被交易到火箭队的新员 马基斯克里斯或许也会从中受益 毕竟巧佩拉无疑是球队的先发中锋 但在他身后也需要一名可靠的替补 原本爱德华兹和周琦都会是克里斯的主要竞争对手 如今两人都遭遇伤病 即便付出也需要慢慢调整状态 以及和其他队要磨合 所以不出意外克里斯先赛季 就将是火箭队内线位置的头号替补 当然周琦和其他内线球员也不要洗累 积极训练默默等待机会 今后也完全有机会完成密集